在这里等着呢 主播的酒窝挺好看对不对 酒窝现在都长胖了 就不是不怎么有酒窝了 以前瘦的时候有酒窝 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什么酒窝了 现在这个双下巴 我都过几天我要必须减肥才可以了 这胖嘟嘟的搞得我都 我都不好意思漏尽了 别你大片了对不对 大片了直接给我连迈过来了 等等我问一下是个什么情况 好像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呢 我今天晚上不加班 你不加班 对我不加班 然后给你发信息了 然后我要来找你玩 你刚刚没有看到 我给你发的那个作品吗 我没我没看 没时间看你的作品好不好 什么没有时间呀 我都爱撤你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刚去上班的时候 你去上班的时候 你是不是没有听从我的话 你没有去公投里边 领一个黄色的头盔 对不对 为什么要去领呢 不需要领呀 那个多好 然后我就带我这个挺好的呀 还要领一个干嘛呢 你怎么浪费那个钱 你是什么段位 你敢在这个工地上面戴红色的帽子啊 你搬转 你说搬转你行 你刚搬转了没有 你为什么 昨天我不是跟你讲了很清楚吗 今天晚上那个地基 他是要打到这个凌晨三点 他后天就明天就要验收的一个东西 你为什么不去做 你你你矿工了吗 还是怎么的 没有啊 我那个 我就是跟那个 我旁边那个大姐嘛 我就跟他说 然后我们两个换一下班 然后他说 哦可以 然后我就划班了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点去的 他就很乐意呀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的up 明明白白的 这个不用你擅心的呀 意思就是说 你把人家 不是 现在主要的是 你不要说这些事情了 这个事情 我自己在上班 我自己可以怎么弄 你现在在哪里 我来找你 我在哪里 啊 我在去我前妻家的路上呢 现在就在门口呢 要要进去了 要跟他 要跟他一起就是吃饭 共计晚餐 怎么的 啊 什么 去前妻家 你去前妻家干嘛呢 去找那个老女儿啊 你别给我乱讲话 什么老不老女人的 知道吗 那你去的话 你为什么不交上我呢 不是说 他昨天不是说 要给我们招待我们吗 不是叫我一起来的吗 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了呢 我都一直在等你 然后我刚刚一直 给你发信息 你不回 然后我现在看到了 就是提示了 你在直播 然后我才进来 跟你说的 不然我都不来 你说 他说他要 他要招待你 对 他不是 他昨天不是这么说的吗 他说 叫我一起过来 然后他不是 给我们下支援 或者什么 那行吗 或者给我们做好吃的 直播间的哥姐姐们 昨天看直播的 有没有说 邀请大片段过去的 他只是说 邀请我的朋友 没有说是你 你 有 明明就有了 说你女朋友大过来 怎么样 明明我听得明明白白的 他昨天说了那么多话 只有那句话 我喜欢听的 说明天你可以过来 可以带下你的女朋友一起 她是这样子的 你是什么女 来了 我不跟你说话了 我不跟你讲话了 我现在那个 你要要什么 你在哪里吗 我过来找你吗 我自己过来找你 我自己来 你过来找我干嘛呢 其实你前些 不是就要去附近吗 你告诉我 你具体在哪个地方 我自己找过来 你不用找 好不好 你就告诉我 那个地方 你就告诉我 在哪个地方 你没事 你不用 我不用让你来接我 我自己过来就好了 不 今天你把你这个班挑了 就是你能让 就是你的 就是跟你 一个级别的员工 你把这个班倒过来了 你改天 比如说别人需要你的时候 你替别人做好 替别人就是上班 就可以了 这个事情的话 是你的能力 你能把这个班挑过来 执行的话 我是执行的 但是你能把这个班挑过来 然后你能说服 就是 那个你的 你的 其他的员工 听你的话 把你的班挑过来 是你的本事 但是现在 你也不用来找我了 你回 该回去睡觉 就回去睡觉 我现在我就要过去 我要 我要去那个 找我那个群体玩了 好吧 我在路上呢 昨天就在我们直播的地方 我在路上 然后我就慢慢就过来 我就直接找过 你就告诉我地方 他都说了 家里面不是 他也肯定准备了很多次的 对不对 然后叫我们过来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都化好砖的 而且 我那个上班的事情 你不用你抽些 对 那个是 他们也很追踪我呀 他们今天 而且好像我跟你说 我是帮你看着人 我就监督着他们 然后他们一直都 我是你的人 他们就听我话 这样子以后 你不会让你什么 那个 他们拖拖拉拉的样子了 然后很快就做完了 这个项目 所以我就帮你监督的 你现在是已经在路上了 对不对 对 你什么我要在路上了 你现在分泌就是在厕所里面 洗手间里面 你一天天好吃懒做 你吃半斤 我一斤的 你怎么知道 你还说你在路上了 你这分泌就是在厕所里面 知道不 一边拉一边说 你别影响我心情 我跟你讲 明白了 我现在 我就是要去我前妻家 然后跟他 我跟他 我跟他 我准备 我跟他 跟他讲一下 咱俩复不复合这个问题 偶像 你就带我过去 对不对 我自己等一下 我们一起过去 好 等一下 我就像下一次 就像来找你一样的 就是去你家找你 那要找过来的话 被别人知道了 就不好 尴尬 知道不 现在你就直接 要么就 你告诉我地方 要么就你来接我 对吧 我就爱家爱富的打听 不好对不对 大王上的 对不对 路都以为人家 以为出什么事了 对吧 你就来接我嘛 那实在不行 对不对 我一提嘎嘎的 来 直播间的哥姐姐们 我不想听到 这个女人的声音了 什么 我特别 我特别反感 我特别反感 我现在 我现在在等钥匙呢 我在等钥匙 我没时间跟你聊天了 好不好 我现在在等钥匙呢 因为这个门 它是要那个 要开这个门 才能进去 还要走一段路程 这个路已经到了一半了 所以 我没时间跟你聊天了 好吧 我给直播间的哥哥姐 你们聊聊天 我带你 你就是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不想跟我说 你都在直播间 在直播了 你就赶紧的 真的 老相 我都已经在路上了 真的 我就慢慢慢慢的 我就打过来了 不不不不 你再不听话的话 我真的 我真的不用你这个员工了 知道吧 你什么员工 跟我这样讲话了 这一天天 我是看着你是 以前的老朋友 知道吧 才 才不敢 我知道 我这不是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就是 就是一位 一位在父女担心你 你一个人过去不好 你看你一个大王上的 一个男孩子过去 对不对 被别人知道 有些人以为 会误会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想陪你一起过去的 就为了你好 所以叫你过来接 我们两个一起去 知道吗 你看我现在 你看一下 你看 你一个大王上的 一个男人过去 对不对 人家 接房里 就会说什么呢 你看我们两个一起过去的话 说 我是跟你那个什么 朋友 怎么怎么样 我们两个才过来玩 那还可以 你看 你知道过去怎么 我不想跟你乱讲了 我那个 没事 我赶时间了 我昨天晚上说的是八点半 现在都已经九点十一了 我得过去了 行 我不跟你废话了 你的事情 你说 你看 你就让我过去 我不希望等下 一路上 对吧 一直打铁打铁 就这样 因为出什么事 他们家出什么事 就不好 然后你不要担心 那个工作上的什么之类的 你就先过来接我 知道不 工作上他们都很追踪我的 而且你不要担心 我在你工作上过得好不好那样子 他们都今天说 我是老板娘呢 确实有时候我觉得 我不适合 我不适合做员工 我觉得可以做个老板娘 他们都说我很有气质 很像是老板娘 来来来来 这不见了个气是吗 你们来说一下 这大漂亮 它适合做老板娘 还是做员工 适合做 你知智明吧 你什么老板娘 你 哎呀呀呀呀 真的 但是刚才他们说的 他们都叫我老板娘 他们就说 哦 你是他的女朋友吧 是他老 他们没有说女朋友 他们就说你是他老朋友吧 是这样子 他们说 哦 对对 你很有气质 你哥 老板很般配 他们 是他们说的 不是我跟你说的 我暂时是她女朋友 我就在努力中 做一个她的老婆 那个老板娘的样子 然后他们说 支持你啊 不错不错 她说一个女孩子 就是很值得表演 那么的有感 我以为是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过去 不然以后像人家误会了 就不好知道吧 你一个人去找那个人 你搬砖不行对不对 搬砖不是你的命对不对 就是适合做老板娘嘛 不是 你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什么 明天你就去找女生的 其实女生体式的那个厕所 我让你 我让你直接当那个 你不是很想当 就是指挥别人吗 对不对 那个那个女生 这个你你你这个家 那个厕所又不是那种 可以打扫的 那个就是毛厕都不需要打扫 什么玩意不需要打扫啊 那必须必须一天扫一次 你就去扫那个员工宿舍的 那个厕所 男厕所就不用扫 扫女厕所 然后你不是很喜欢管人吗 对不对 你就管 晚上就是 呃就是晚归的啊 就就登机就行了 然后你把厕所 这个扫干净 好吧 你嘴像厕所一样臭 我就不想给你废话了啊 你不要影响我的心情好吧 你怎么这样子说话呢 我说你变了真的 我真的你关心过来 接一下我嘛 你一个人怎么过去 他昨天那个人 难道我的话你不听 那你的天气的话 你不听吗 他明明都说了 让我们两个一起去的 你怎么你一个人先去嘛 我现在已经下班了 我现在已经下班了 你管不了我了 又不是下班时间 来直播现在各个 你们说挂不挂掉他 挂了他 全部打个挂了 我太气了 我都我都等不到这个 你们的这个评论了 我必须把他挂掉才行 滚 厕所所长对不对 就适合当厕所所长 真的是气死人 挂了对不对 行 那我们就 我们就去了 我们就现在就去 就去我前妻家 但是要走一段路 那路弹好黑呀 你看我 那路弹黑黑的 我有点害怕 我怕什么 大男 但是他还没有拿那个 拿那个钥匙过来 这个门 哎呀 怎么说呢 这门确实有点 他没拿那个钥匙过来 你们说从这个地方翻墙过去行不行 那大半夜的这个翻墙 又不是我的 那又不行 对不对 是吧 这个就是我前妻的座下 他每天就在山上 然后就就停在这个地方 他就开了这个三轮车 他就一天就开这个三轮车 对 这个拿个钥匙怎么拿那么久呢 行对不对 来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 把右下方这个免费的站在一直按着点一下啊 然后咱们现在就去 就去那个 就去找他 找他玩 这今天天气还有点冷啊 哎呀 皮个皮个外套啊 把免费的站在点一下啊 把免费的站在点一下 把免费的站在点一下啊 哎呀皮个外套 不然一会感冒了就不行了 皮个外套 他这个不能进去 翻翻翻不进去知道吧 哎 直播间直播间的所有哥姐姐们 一会儿进去的话 你们说 那个是要那个说复合呢 还是怎么怎么的 说复合呢 还是怎么的 复合他也 他也不 那我们就 他不在家吗 他在家 但是这个地方他需要钥匙知道吧 他需要钥匙呢 他必须要钥匙 你把车锡了钥匙拿了没有 你钥匙拿了没有 拿了 来来来给我给我 开门 你把车锡了 你把那些礼物带上 那去别人家怎么可能两手空空的 你要拿吗 你还问我 行啊 这不见得说哥哥姐 有吗 你把车关了就行 我还带了个手电筒 让我工地上面用的 快点速度一点速度一点 挺冷的这边山上山上面现在都已经是天很冷 你看这是冷的就是那种 这嘴巴都是 就是自动的 哎呀 我手这么反了 我怎么把它变成反了呢 这样才对的吗 你看啊 对 快点 人家有男朋友对不对 我一会去他家不会他男朋友也在吧 那 是不是啊 开了 对不对 走走走走走 哎呀 这两道门 哎呀 来 你再把那个门锁着 车车车关了 家人吗 啊 车钥匙在我这里呢 只不见得哥哥姐姐吗啊 你吸了对不对 对 吸了吸了就行 只不见得说哥哥姐姐吗 哦 他们家呢 是怎么说呢 我也不方便漏吧 因为啊 还要走一段路程的这个这个家 麻烦的很 这家是这家是他的养父养母家啊 只不见得哥姐姐吗 就是他的养父养母家 以前他们家线呃就是养父养母家 县城也有房啊 县城也有房 之前的话 他是住在那个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我都没来过这个山上面 之前他我就知道他是这山上面的 然后他是怎么说呢 因为他是没有没有这个没有爸妈了 知道吧 就是哦 不妈妈的话 有妈妈 我这个前期他妈妈是呃 小的时候就去就他哎呀 反正他这个故事还还就是挺可怜的 那一种啊 挺可怜的 妈妈改嫁了吗 七岁八岁的时候就 呃 挺可怜的 然后只剩下一个八十多岁的奶奶 他们两个相依为命 后面就是被被这个他的这个养父养母家 就是养了 收养了 乐的乐的 然后哎呀 挺可怜的 你你自己他自己一会给你们讲的话会讲的非常明白啊 然后还有走一段路程 你看这路 哎呀 呵呵 呵呵 这样的网友 你别老提小果小果对不对 小果的话 现在的话 他的话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也 呃 跟着就是老公嘛就是过得挺好 过得挺好的 也不必要去打扰 就包括我这前妻的话就是也是说就说实在的分开了的话也不要就是去 打扰啊之类的那种 但是 毕竟 相识异常嘛对不对一日夫妻百日恩 是不是那那那那那还是 做不了夫妻当朋友也是可以的吗对不对谁说谁谁规定了分开了以后就是仇人 对不对 是吧也没有闹到那个地步所以的话 也没闹到就是要就是要争个就是争争这些 争这些财产啊之类的那种啊哎呀我要告你上法庭啊你不要怎么 给我车给我房又不是这种 我们是和非常和平包括 房子呀车呀他都什么都不要他就就就这么走了 是这样的对 啊 所以我们做不了 夫妻的话呢还是可以做一下朋友都行的吗你是不是人生短短几十年 那做做朋友 又有什么仇 对不对又没有杀父之仇之类的那种 啊 为啥为啥走了对不对 呃 昨天直播的时候讲了一遍但是很多个节都没没明白是为什么这个分开的我一会啊 到他家了以后 再给大家 详细的讲你这次过去的话就是跟他就是他好像就给我煮了 他说要给我杀 宰啊 之类的我说他不你一个人在家你忙得过来吗你说你这不又不杀生 是不是 啊那我就说那不不必要这样了对 还要走一段路程你看这住的是什么 这 车都只能到一一半然后就还要走这个路路路然后才能到呢对 哎呀 呃 这个得详细的讲详细的讲一时半会他讲不明白 一下他他讲不明白了对 啊 支持复合对不对 来直播现在各界什么支持复合的有多少我看一下复合的打个复合我看一下 他要是一会能看到到这个的话他说不定 我相信现在啊现在的话科技也发达吗对不对 科技发达你这随随便便 好像就是以前人家结了婚有七八年没有小孩十几年没小孩后面去按到这个医学方面去 吃药啊之类的那种就很快就有了就生下宝宝的双胞胎啊之类的都有 啊 对不对 是吧 哎呀 哎全都是打复合呀 哎呦我这灯光灯光还是照在这墙上面吧 墙上面还可以就是反光 折射到我脸上 支持复合对不对 这个我是挺开心的啊 因为说实在的啊 我说句实在的话知不见得哥姐姐吗 确确实实啊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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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的确确实实在我身上就是 在我身上